记者图居民台北报道,幻象2000战机飞观和子宇尚未昨晚6点43分架机失联,至今已超过27小时,不过出现最新进展。 空军稍早表示,在今日下午调查发现雷达光点消失前有相关辽机通联记录等资料,并于今日搜这过程中,征搜到类似秋生装备之无线电讯号,均已送至飞机失事调查委员会判读。 不过,对于讯号员为何,调查进度为何,和子宇是否有飘散迹象等讯息,空军未多做说明,欲请媒体朋友在调查结果尚未公布前,误作一测,另去了解此讯号员是否未失踪战机2040发出,目前尚无法确定。 空军稍早表示,本部执行幻象战机失踪搜救任务,截至目前已派遣各行机23批23架次搜救行动持续进行中,国防部及空军参与搜救同仁均保持坚持到底的精神与心情,日以敬业积极投入搜救任务,不放弃任何机会与契机坚持达成任务。 空军强调,空军对于飞航安全甚未重视,近期对于各界所提出许多的宝贵意见与建言,表达感谢与尊重,本部已成立飞机失事调查委员会,邀请飞安专家、学者、专业教授共同参与调查,以求能客观公正,发掘真正噪音,作为耳后飞行安全参考这案例。